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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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測試一下聲音 Angelo 你講一下聲音 嘿 應該聽得到我的聲音吧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吧 都沒有問題吧 我們兩個聲音都沒有問題嗎 因為我們兩個是 今天就是 掛耳麥 所以聲音照理說很清楚 應該是OK的 偶爾會碎碎唸 然後導致都沒有人聽得懂我在說什麼東西 OK 那 今天 今天安佐來我們 陳律師安 然後從三點 然後一直練習 然後剛才打了格鬥 然後我們先來請他 今天發表他的 這一段 這一段時間的這個心得感想 你覺得 我覺得先從重訓開始講好了 OK 我覺得 這與器材真的是比外面好很多 這樣子 那種 跟一般的規格真的是不能比這樣 然後我自己覺得 那個訓練真的很紮實 我的胸跟三頭沖血感真的是破表 這樣子 喔 一定要再來練一次啊 行 不過我個人覺得 這個 格鬥的部分 才是今天 我覺得最酷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真的以前我從來都沒有 格鬥訓練啊 其實我根本就不太會打架這樣 對 然後我今天第一次打 我 我 跟你打的時候 我的想法其實 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 我絕對不能就是縮 因為 縮的氣勢就沒了 你知道嗎 那氣勢一沒啊 你就是只能被打跑 我今天 就算一直往前走一直被打幹 也沒有關係 總之氣勢不能樹人這樣 行啊 雖然我被打得很慘這樣 導致我現在腿都站不太起來 站不太起來 那剛剛是 你聲音稍微要放大一點 喔好 那剛剛是 觀眾群說 你跟觀眾群說 他剛剛是 從格鬥教師師被浮出來 因為他的腳被我踢了 一邊各踢了一腳 剛剛在打 那這個精彩的畫面喔 大家都留在 我們 影片剪出來之後再看 我們都有去拍 喔 被打那時候 真的很帶感耶 很帶感 對啊 怎麼叫帶感 打到說 欸好爽欸 沒有啦 可是真的 我已經都不太確定 我有自己在打什麼地方了 打到臉 欸 新手啊 新手大部分都會這樣子 所以你的臉 沒有什麼髒狼 還行啊 ALL LAND ALL LAND 沒有問題啊 右眼ALL LAND 一點點 一點點 有一點齁 還可以 還可以 OK 喔 謝謝 因為 因為一開始我是說 他是說他要跟我打 一直要跟我打 我就說 我現在沒有在打 比較少打 而且我的量級比較重 然後我說我有徒弟跟你打 他說他就是今天要來給我打這樣 所以我們試了兩個回合 我跟他打了一個回合 我跟他打了一個回合 然後再來請我們的阿任 就跟他打一分鐘 他來體驗一下 然後他也是 沒有受傷啦 就是 身體保持算是很OK的 沒有斷骨頭就可以了 欸行啊 很多人問你說你從幾歲開始 健身 欸欸欸 剛上高一的時候 大概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十五十六歲開始健身 一開始是為了那個 跳街舞這樣子 然後街舞老師說 喔 關佐你要街舞強 核心一定要夠 要去練什麼腹肌 然後 一開始真的很膚淺 一開始就只是想要腹肌 可是 我就看到成果 就覺得 欸這個練健身真的是有用 可是練到後面就覺得 嗯不行 男生只有腹肌真的不行 要全部都要有才好看 才厲害啊 對不對 嗯 所以所以你想說 所以你想說 你現在想說你未來想要一直朝這條路 一直走嗎 對啊 健身這個方面 我是一定會繼續練下去 嗯 沒有問題啊 我以後當然也很想去至少比例 比賽比例看這樣子 就是健美比賽 健美比賽這樣子 應該是比健美 因為我發現 還是健體還是健美 健美吧 可是我肉量還是要先再提升一些 這樣 再去比健美會比較好這樣 不過我相信 我只要給夠多的時間 還是OK的啊 行 OK 好 那 大家 我在這邊講一下 因為要不方便講 其實 他剛剛跟我私底下聊一下 他在美國發生一些事情 那其實我簡短的講就是 並不是像 你們看到的新聞上面的 報導 我們都探討新聞就好 有一點 就是新聞都 大部分都亂寫比較多 真的 那其實他講這個 我可以感受得到 因為 我也常常被亂寫 所以 其實很多事情 他剛剛跟我講了很多 那我在心裡面 就是跟大家講說 就是 事情就不是新聞報導的 這麼的複雜 也不是新聞報導的 這麼的誇張 那 基本上很簡單 那這個事情就是 就是 一個Joke 一個玩笑的話 然後導致的 他只是開玩笑 我自己也承認那個 玩笑真的是不太好的 其實沒有欸 其實你在同學 你這種玩笑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台灣人 我看到他在做音樂的時候 我們的玩笑更誇張了 我不會講太多 對啊 我說我們當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啊 我當學生的時候啊 我們開玩笑更誇張 我明天打死你 不然就是他媽的 我明天帶人燒學校 放我燒學校 我明天瓦斯桶拿來喔 把學校炸掉 我們都講過這種話啊 對啊 是不是這樣 他沒記錯的話 之前裡面 也是有一個說什麼 很氣他的 前女友還怎樣 然後就 講一個說 Fuck you Fuck your baby 什麼東西的這樣 他只是說Fuck而已 然後他就被抓去關 大概六個月 是喔 對啊就只是因為 那個人有前科 然後 他的前女友就跑去跟警察說 欸 所以你認為美國法律很瞎啊是不是 其實真的就是 有點瞎啊 就是第一個 你有前科 其實他就會 很針對你 我今天真的 我在裡面我認識很多人 真的都是一些 他根本就沒有做什麼事 可是就是因為 喔他有前科 然後就認定說 喔這個一定是他做的 先不用管 是不是真的 先把你抓起來再說 然後都不給你保釋金的 就先關你啊 先關你再說 是不是真的沒關係啊 真的啊 很多這種冤獄的很多欸 在美國反而很多喔 在美國很多喔 他真的成了很多 唧唧歪歪理由 都可以把你先抓進來 先賺你一些錢啊 對 真的就是 進來都要付很多錢 不是 對 因為 就是很多錢要付給他們 先抓再說啊 所以說 我剛剛跟他 聊了很多 他其實一開頭 其實他本來就是 跟他同學在開玩笑 就這麼簡單 然後 隔天他就被逮捕了 就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 他的玩笑話 然後 說什麼他用槍什麼 其實他也沒有槍 他也沒有用槍啦 沒有這種事 啊新聞他都喜歡誇大 那沒關係 反正現在他也回來了 只是跟大家 因為 壞小孩我看很多 我以前就是壞小孩 但是我覺得他 撐不上壞啦 他連壞 應該都撐不上 所以說就是這樣子喔 然後他就非常的誇大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打轉說 啊什麼 你知道你有一句名言嗎 什麼名言 欸 有一句名言啊 就是 槍在手什麼的 槍在手 槍在手 對 超級靠北 對 那其實 他喜歡的 其實大家在YouTube上面看 YouTube上面有很多 美國我記得有八歲到十歲的小孩 就在比賽 嗯 打發比賽嘛 他們拿著真槍拿三把嘛 三槍比賽 對然後他們是 遠程用步槍嘛 嗯哼 近距離用散彈 然後再近距離就換手槍嘛 嗯哼 他們是有比賽的嘛 比準度跟時間 準度時間還要跑場 這叫三槍比賽 三槍比賽 嗯哼 然後這個比賽在美國 算是很平民化的 平民化的一個休閒 對其實很多 他們 尤其是基本上 美國大概有50%的民眾 本身就是有槍的 然後裡面其中 站很高速都是競賽的 這樣子 所以你本身也有在美國有申請 這種Club 這種槍 槍玩槍的Club的會員 對啊 因為我本來就是 原本是很想要去參加這種三槍比賽 呵呵呵 對 所以你是因為 你就是很喜歡這個運動 所以才會被人家誤覺成這樣子 重點是 你把 喜歡這種東西 跟講了這句話 放在一起的時候 別人已經不在乎 你喜歡這個東西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 我就算說 我是一個收藏家 我是一個喜歡運動設計的人 也沒有人會相信你 那放屁啊 這一定是要幹大師用的 對 因為 我剛剛我們也在聊 因為 安佐他 他說他是 喜歡收藏 那我就問他說 因為我以前玩過生存嘛 你也玩過嘛 那大家知道嗎 在台灣其實 很多人 玩生存遊戲的玩家 他也很喜歡買槍 但是槍是瓦斯槍跟電槍 仿真啊 就是 一樣是整支都是鐵的 那 仿真槍 那 你知道台灣賣的仿真槍 事實上 比美國本地賣的 真的槍還要貴 真的耶 他們美國賣的槍 槍滿便宜的嘛 他可以賣到 兩萬多塊 比真槍還要貴 就是幾乎材質都跟真槍一樣 只是內購不一樣而已 所以 像生存玩家 像生存遊戲的玩家 大家就懂 孫端祖要講什麼 他們也會買很多槍 在那邊嘛 那因為他們 台灣不能買真槍 那 美國民眾 他是 大家 你認識的應該很多人 家裡都有很多把槍嘛 喔很多 就是 反正有興趣的人 有興趣啊 運動設計啊 但是重點來了 他沒有槍 他沒有槍 那子彈是因為 你們上靶場上 會員俱樂部 需要用到 對不對 那 你去俱樂部 大家在玩 一般人在玩的話 一天要打掉多少發子彈 其實一天 一個人去的話 一次就可以打掉 300到400發 如果是那種 就是 真的有在 練準度的那種人 這樣子 如果不是普通去體驗 是真的有在訓練 在練去比賽的人 通常一天 三四百發 不會很奇怪 甚至有人打到一千多發以上都有 因為我看到有人 我看到Youtube上面 很多外國人 他們都 拿那個大骨 就是 大蛋甲 一次就是一百發那種的 彈鼓啦 對啊 再用步槍再灑 他們就灑得很爽 對 那也是合法的嘛 對啊 反正你就要付得起子彈的錢 要付得起子彈的錢這樣 OK OK 好 那 所以說我們把這句話就斷到這裡喔 所以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 那這段時間 你覺得他媽的最困擾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困擾就是 記者這樣子 真的對我來說 記者現在真的是我最討厭的一個東西 這樣子 他一直抱我 我就 沒辦法嘛 記者一定要寫新聞 重點是他連我的私生活都很喜歡跟 就是 干擾這樣 我去哪裡還要跟著我 然後偷拍 譬如講怎麼樣跟 你會發現怎麼跟 就是 就是開著車在我後面一直跟啊 然後 看你有沒有做壞事 看你有沒有怎樣之類的 然後 報新聞的時候什麼狗仔偷拍 然後講得好像很光明 真的他自己沒有做什麼錯 然後說 什麼 我們陪著你 我們陪著你就行了 我也不需要你陪啊 我需要你陪幹嘛 你瘋了 因為 因為我剛剛跟他聊 他講記者我說你什麼都不用講 因為我憑你 我 館長 他講 記者寫我 那是更是他媽的B 也跟過我 他不只跟我來跟我老婆 喔真的喔 對還上新聞 那下面有告 那可以告的 喔真的喔 不能亂跟的 不然大家都來瘋狂跟蹤就好啦 大家都當一個偽隨行的 他媽的我一直跟著你啊 喔喔 對啊不行的 是不行的 會怕 而且他們都跟得很緊 媽的我老婆那個黃燈 他們闖紅燈過去 真的喔 他們都是這樣子 天啊 所以你覺得最困擾的是記者 對啊 記者其實 網路上的酸民真的 沒什麼差 因為就是一群很愛講幹話的人啊 實際上你在現實生活 遇到哪幾個感知 一些正面在嗆的 我沒看過啊 很少 你如果還敢出來 我還反而覺得他很厲害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沒遇到任何一個人 那你到底認為你現在這樣走紅嗎 你認為是好還是不好 我認為是好還是不好 老實說 我 呃 我寧願沒有去被 去那個八個月 關在裡面 就是寧願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寧願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也不 因為很多人對你的講法是說 反正他家有錢啊 回來之後就洗白 可是我 我 個人我看你的穿著跟打扮 還蠻樸實的啦 也沒有講究什麼名牌什麼的嘛 我之後穿廠商送的 對 廠商送的嘛 我看你一個帽子也戴了很久 對啊 那個帽子戴過久 其實那是因為我那個時候頭髮都沒剪這樣 然後就只能 戴那個帽子遮住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你認為就是說 你現在這樣走紅跟不走紅 對你來說 個人來說沒有差 沒有差啊 因為我原本就是 準備已經 在美國大學要錄取 準備要去讀大學啊 讀大學就對了 對啊 如果沒有 事情沒有被打亂的話 我現在應該還在美國讀大學吧 所以你現在回來台灣 就是變成說 要在台灣讀大學 嗯 應該是 因為大概 我就算以後之後再唸書 我大概也不會去 國外唸書 然後 更扯的是 我覺得有點很討厭 不管記者說什麼東西 好像都可以扯到我爸媽了 然後不管我說什麼 啊 敵音怒了 啊 什麼孫鵬怎樣 敵音又踩到敵音禁忌 我想 我的想法是 怎麼搞得好像他們都住在我家 知道我媽跟我爸在想 就是亂編啊 蛤 亂編啊 然後說什麼 我要去日本讀書啊 你到底是聽誰講的 我什麼時候說過我要去日本讀書 然後就這樣寫 然後每個人就真的相信 喔欸 酸主真的要去日本讀書 欸欸欸 那新聞寫什麼 大家都還真的會相信 那我問你喔 那 你對你父母親 嗯 就是 你對你父母親 在外界都說你父母親 溺愛 寵壞你 你有什麼反駁的 我個人覺得 你父母對你的教養 就你的管教 你認為是怎麼樣的管教 我覺得他們沒有溺愛我 其實我 從小到大 對啊 我們要求多嘛 要求嚴格嘛 其實 他們 就是要求 不會說很無理的要求 可是 就是 也不會就是讓我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是說 呃 今天就算我成績可能 沒有說很好 好這樣子 可是我們做人總不能很 做人失敗啊 對不對 雖然就是 普通 成績普通就好 可是他們比較要求的是 我對 就是對待其他人 是怎麼對待的 這樣子 做人處事 做人處事很重要 呵呵呵 譬如講說 譬如講說 你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要懂得去尊重別人 因為今天別人他可能 興趣跟你不一樣 然後就算你今天不喜歡 那個興趣好了 你也不是說 喔我不喜歡 所以你就可以去 去施捨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喜歡別人的興趣沒問題 可是至少尊重別人的興趣 而且你在外國 我覺得你在外國很厲害的是 你一個人在外國嘛 爸媽都在台灣嘛 對爸媽都在台灣 那你一個人在那邊努力嘛 然後也是很獨立對不對 必須要很獨立 會不會必須要獨立啊 然後我們 我們明白了講 你去美國這段時間 憑良心講 你有沒有感覺到 他們歧視亞洲人 歧視亞洲人喔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還好 我覺得我那時候其實沒有感受到很多 因為 我在學校 我其實 上課 他們下課時間很短 所以交流時間沒有很多 可是 我交流圈最好的地方就是 健身房 我在健身房 每一個人都打換 就是都很熟啊 然後大家會一起練啊 就是一個很好 也沒有說 喔建議亞洲是什麼 喔就是各種人一直混在一起 你知道嗎 警察有沒有 可能有一點 可是如果說普通人 就是 朋友啊 童年紀的啊 我沒有感覺到他們對待我有不同啊 OK 所以說 你認為就是說 去美國 也是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誇張 沒有像想像中那麼誇張 然後 要非常獨立 對 那 去 你去外面 你認為健身對你 在美國有幫助嗎 人家會比較尊重 其實 應該說 會比較尊重嗎 還好 因為平常穿著衣服 沒有人看得出來 我有在健身 不過這也沒關係 我覺得健身 反而是一個 讓我很容易可以 交到朋友的一個方式 真的是以健 會有 以健身而認識很多人 你知道嗎 其實 一起健身啊 一起打批啊 今天一起練啊 這 感覺就是很歡樂的那種想法 你知道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接觸健身除了 讓我自己體態變得比以前更好 也讓我 就是認識更多人 更有自信 這樣子 大家要講到孫鵬 就是你爸爸 我覺得你爸爸 當然是父親嘛 我們父親已經比較嚴了 你覺得他嚴格 對你 我爸喔 我爸 其實還好耶 我媽比較嚴 你媽比較嚴 我媽是小時候的時候比較嚴 其實 她在我高中之後就比較沒有那麼嚴 沒有像新聞記者講說什麼 大財 敵因禁忌 什麼 真的 搞得好像 不知道 我媽好像每次都在很生氣這樣 我媽又怒了 我媽生氣了 敵因怎樣而 真的 那你每一家人在的時候不就都很無奈 很無奈 很無奈這樣子 就三條線這樣 就看新聞就很無奈這樣子 搞得今天不是 今天記者都住我家 我家怎樣他們都知道 我媽心情怎麼樣他們都知道 真的會寫故事 胡說八道一通 很會掰 真的 OK 那很多人問說 你有沒有交過美國女朋友 美國女朋友 其實 有沒有交往過 我在去台灣之前 我有跟一個女生告白過 然後結果 失敗了 很不好意思 在台灣之前 所以是外國人 沒有沒有 去美國之前 所以是台灣人 台灣人然後我失敗 然後我那時候就心灰意人 這樣 剛好是我在去美國前幾天 然後我就想到 嗯 我去美國我就專心在 那個 考上大學跟健身上 所以去也都沒有去 也都沒有特別 就focus在女生身上 因為想要 那我去想要去追一個女生的時候 我會放很多心在她身上 這樣 OK 那你是 跟她說你是動漫 喔對 那除了動漫呢 除了動漫之外 你還有什麼心情 動漫健身之外 動漫健身 大家所了解的這樣 還有收集軍事迷之外 嗯 動漫健身 所以你還對什麼比較有興趣 其實 打電動吧 打電動 打什麼遊戲 FPS的遊戲 要來打一場嗎 我怕你被我電爆 欸 欸 欸 喔 可是我打的 還不錯 不是我打的是Xbox Xbox 對我 因為我有 我就覺得說 買這電動 你等一下我下載一個外掛 好 來打一下 用搖桿來打包 對 我搖桿其實我自認為我搖桿還不錯 對 OK 趕在我面前說不錯了 現在已經很少了 對不對 不錯了已經很少 好 聊天室裡面很多人都 看我的直播就是要學習我的電競選手 被健身耽誤的電競選手 的技術 好不好 好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 趁這一段時間 因為難得有這麼公正的一個直播嘛 而且是Live的 因為沒有編造 你有什麼話想要一次性 因為你悶了這麼久了 只要一次性的跟所有全台灣人 其實還好耶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話想要跟他們講 因為他們想什麼是他們的事啊 他們覺得怎樣就怎樣 我沒差啊 我沒有必要為了取悅他們 然後 就是一定要講 其實你認為你就是一個很 單純的年輕人 跟一般年輕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 反正大家喜歡什麼 喜歡健身 喜歡動漫 喜歡打遊戲 這個年代 而且讀書這樣子 就這樣子嘛 對啊 不是什麼很 也沒有想要去 有什麼仇恨感 或是說想要去展現自己 沒有耶 因為我其實 實際上還蠻宅的一個人這樣子 對 我基本上都宅在家 我除了健身以外都待在家裡 所以他媽的你很衰咧喔 你就開個玩笑這樣 然後就 就刺起來了 是有一點被衝抗的感覺 有點被衝抗的感覺 對啊 我想說我跟他那麼熟 我跟他至少相處八個月 欸 想要開個玩笑這樣 開個玩笑 而且我還有跟他講欸 這是玩笑 對啊 然後他就去報警這樣 然後還筆錄上面寫說 雖然左的確是有講 他是開玩笑 可是我就是不相信他啦 欸 他講這樣就對了 他真的那樣講欸 欸 真的啊 因為當初 因為剛剛 他跟他黑人朋友 同學啦 他跟他同學講完之後 他有說 這是開玩笑 他剛剛講說你什麼時候不要來喔 我要掌聲 然後一講完他 那個黑人嚇到嘛 對他就 然後你就是沒有開玩笑的 欸我跟他開玩笑 你不要認真啊 然後結果隔天就被逮捕 隔天就被逮捕 他還是不相信我這樣 我就死不信你這樣 好像他其實 那我這種人 沒有辦法跟我們 生活欸 我也很愛開玩笑 他動不動 我也很愛說 動不動就是 就是罵幹嬰兒 他會不會認為我真的要幹嬰兒 然後他就 他大概喔 他就說有人要性侵我媽之類的 然後隔天就被請他帶走 其實你如果當場被錄音下來 其實你真的在美國會被抓走 真的喔 對啊 在美國就是這樣子啊 你這個其實已經算是恐嚇罪了 是喔 對啊在美國算喔 是喔 那為什麼他們美國那麼多的片 都fuck來fuck去 喔因為fuck來fuck去的時候 他們沒有特別說 針對哪一個人講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告得成這樣 加上就算 他們 如果只是口頭上講 然後我跑去告狀 然後你只要說我沒有講啊 其實他告不成啊 嗯 可是這根本法律也是 有錢 有錢就是老大 你有沒有感覺 有一點捏 有一點捏喔 對啊 要靠律師 律師可以翻盤 律師其實 還好沒有 因為你要知道 在裡面的時候 有錢的很多耶 有錢很多 國際獨銷幾億幾美 幾千億的都有耶 可是他們放不出來 我今天管你有幾億啊 他還是一樣關在裡面啊 也不是說你律師情很屌 你就可以出了啊 而且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說 喔我今天有錢 我就是老大 我今天 假裝 我很有錢好了 然後 你就是看我不爽 然後你就說 我關你有幾億 我照樣把你打爆 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一個人生當中 一個很奇妙的旅程 哇老實說真的 一般人可以進去聯邦監獄 聯邦監獄是重罪監獄嘛 對啊 就我們所了解嘛 對啊 他不是一般監獄嗎 不是一般監獄 那你進去這九個月 你在裡面看到了 你印象最深刻的幾個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 畢竟美國的監獄嘛 跟台灣的監獄差別很大 那你認為 其實我覺得 最驚訝的是 其實 沒有像 電影中想像的 全部都是那種 藍杆很多啊 好像什麼 很兇啊 犯人會打你啊 如果想無緣無故 打人啊 或者亂綱人 他們都不行 要聽指令嘛 他們如果亂打犯人 犯人打犯人 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就是 預警會來制止你 而且 基本上 你不要做 惹別人生氣 不要自己做白目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相處很好 如果你今天 你自己做很白目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怪他們來揍你啊 因為沒辦法啊 你自己耍白癡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好好的 跟別人交流 好好講話 不要做白目的事情 其實沒有像想像中的那麼恐怖 不像電影演的這樣 沒有像電影演 進去就是有分 黑人一掛 白人一掛 納粹一掛 什麼 墨西哥藝一掛 有嗎 嗯 有那樣嗎 其實 他們比較沒有像是用 膚色來分 其實基本上 比板塊來分 就是朋友 朋友來分 今天其實 有過一個 我覺得很特殊 你知道福邦跟寫邦 在美國 是兩派對立的嘛 對不對 然後 可是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 大家相處得很好耶 嘿 這樣 就是 有點像是班級上面 都會有小團體 不是嗎 就是會有小團體 可是裡面其實 比較沒有用幫派啊 或者是膚色來分 不過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還真的蠻喜歡 跟墨西哥人混 他們整群就對了 整群 可是也不是說 你不會 跟別人 他們一樣還是會互相交流 只不過平常 就很像我們同鄉來的 平常都在一起 那別的朋友也是交流 別的朋友也是可以交流 大家其實相處得不錯 有沒有打架 有沒有互相統一種的事情 有 可是不是 不是會無聊 沒事就發生 就是不會針對你說 你是新人 我接一步你 我就揍你 我就捅你 對啊 四出必有人 一定是你可能在裡面 白目太久 白目啊 或者是 自己亂搞事情啊 才會 那種人才會 或者是你戀童屁 戀童屁 戀童屁在裡面被修理很慘 戀童屁會被修理很慘 或者是你是廖伯 專門告密者 告密者最慘 最慘 就是告密者是最慘的這樣 可能會被捅死之類 真的可能會 喔 那還有什麼 我覺得裡面的獲食怎麼樣 火食怎麼樣 其實 看禮拜幾啊 有些時候 因為他每個禮拜的菜單有點不一樣這樣 那我覺得最好吃的還是 禮拜四的午餐 對 還有吃拳雞耶 這樣這樣 這麼大塊拳雞這樣 然後 他會有人會來搶你的食物 不會啊 為什麼會有人來搶你的食物 嗯 基本上是不會啊 你只要不是那種很白痴 會 你人好 你社交圈好 你帶人 你對人 互相尊重 別人也會尊重你 也不會有人無謠在搶我東西吃 我又沒有對別人怎樣 我從來都沒有 做什麼白目的事情 基本上互相尊重 沒事啊 還會一起吃耶 大家還會一起做菜 然後把有的料什麼 倒在一起 然後做好吃的時候 還做捲餅啊 我覺得最好笑的 還是有一次 有一個人很想要吃那個 披薩還什麼東西的 直接在自己牢房裡面 升起火來 然後在那個 鐵的桌子上面搞這樣 然後搞的整區都是煙 然後警官說到底是怎樣 然後警官看完 趕快把火咪掉 這樣子 超好笑的這樣 我到底裡面還可以自己 扭打火機什麼 那它其實沒有 它是用一些很奇奇怪怪的方法 在你的人身上 在你的人身上 你會不會覺得 我連這種 就是很多罪犯 我都跟他們相處過 這麼罪大二極的 我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嗯 就是這種 我覺得我好像把 人一生中能經歷最難的一關給過了 就過了 我覺得我大概以後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我都會覺得 嗯 那你進去裡面 你沒有覺得說 臭他媽的 就是因為你講 你看了一個玩笑 然後就進去 那時候 第一天進去的時候 你應該覺得 我又覺得 你應該覺得非常糟吧 很糟啊 然後我想 今天晚上 Overlord的那個 最後一集要出了 結果我現在沒辦法看得到 這樣 這樣 隨便沒有電視看 沒有沒有 有電視可是沒有動漫 就是新聞 新聞電影台這樣子 那算是 還是會有一些娛樂可以給你做 只是 真的就社會很多 然後 絕對沒有動漫給你看 然後我就想 天啊 今天這個季 又錯過了 又錯過了好多年 喔喔喔喔喔 那種想法這樣子 所以你認為說 你現在已經度過了這個難關嘛 對你人生當中有一個 然後又經歷了 這個記者 你 我覺得你也是蠻不簡單的啦 就是說 你承受了別人 沒有辦法承受的這些 磨練 然後你回來台灣又 這一陣子又讓記者 喔 我們上了記者這一課 所以我們真的 心智會整個變強大起來 嗯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啊 那種感覺 已經沒有什麼 在怕什麼 我那天看你是動漫展 對啊 那記者包著你 他媽是不是 很北送的 我真的超北送的 沒辦法逛啊 剛剛搞得我很不爽這樣 其實 我一直 好喔 因為真的 我很想逛 然後一直圍著我 然後 真的 就沒辦法讓我好好享受嗎 如果今天是 喜歡我的 那個粉絲 然後圍著我 我寧願 有幾萬個粉絲圍著我 我也不想要有一個記者 包著我 或跟著我 他們都一直問你問題 問到很煩 問到很煩 然後要嘛就問很白目的問題這樣 然後要嘛問的問題 自己都忘記問什麼了 然後要我重複講一次 天啊 這 OK 那這次動漫展 你覺得OK嗎 辦得好嗎 我覺得這次動漫展還不錯啊 還不錯 雖然沒有 沒有光到所有的東西啊 沒有什麼光到 不過至少周邊還是有買到一些啦 行啊 OK 然後我們來 再半個小時喔 我們來 給觀眾群 他今天好不容易來喔 那個觀眾群問一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 來給觀眾提問 齁 來 問題來 雷姆 你喜歡雷姆嗎 嗯 喜歡雷姆啊 當然喜歡 奇怪了 欸 欸 很薄耶 其實阿米尼亞好多這樣 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是希望可以把 我現在有的那個 興趣或者是 應該說興趣 把它 變成一個極致這樣子 健身練到極致 動漫也是宅到極致 打電動也是打到極致 把自己喜歡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 用到最極致的狀態這樣 嗯 這就是我的夢想這樣 那 這個應該 就你應該不準 那你爸爸現在好嗎 我爸爸 你也會每天常常跟大家聊天 對啊 我每天至少都會見到他 他會聊一下 會聊一下 他工作也很忙 那他其實最近 呃 還在休息 不過他最近應該就復屬了這樣 OK 他說你未來有沒有打算做什麼工作 喔 當你學業整個結束 24歲25歲之後 你的方向 你想要用哪一個東西去賺你的錢 我也想開健身房耶 你也想開健身房 對啊 可是我想要開一個 就是 超級有夠宅的健身房 譬如這樣 動漫健身房 因為我覺得 動漫健身房 對啊 因為你要知道很多宅男 他們覺得說這個健身房的那個風味 所以進去貼圖什麼都是要用 對啊 全部都全部動漫 然後電視也是播動漫 然後全部都動漫歌這樣 對 真的 因為我有一種想法 是我很想要把健身跟這個ACG文化合在一起這樣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是你也是鼓勵說不要一直宅著啦 就是來我這邊 你可以享受到運動 我覺得一般他們可能會不太想要來練 是因為可能就是旁邊練的人好像跟自己的格調有點不一樣 就是假裝我今天很宅 然後我在練 然後拿去三四公斤牙 然後我看 然後就 對不起 我錯了這樣子 然後就從此再來不來練 就是健身房 就給他們一種沒有 像家的感覺 所以我想要 營造出一種 每個宅男都可以覺得 喔這也很適合我耶 來練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樣 在一起來健身這樣 真的 OK 所以還有什麼 他說你會想要練格鬥嗎 應該會吧 應該會齁 我覺得 格鬥練一下 很不錯耶 你知道那個 重訓完之後 來這個格鬥 又是那種高強度有氧 可以堅持 然後又可以 增加自己的那個 一個技能這樣 對 所以今天被打爆我覺得 實際上還是蠻爽的這樣 他說你一個禮拜一週練幾天 應該五六天吧 五六天喔 你爸媽對你 這樣子最近這樣回來之後啊 一直做這個 Youtube的頻道經營啊 他們是贊成還是反對 那你就是贊成啊 因為我就是 我沒有做什麼奇異怪怪的事情 我就只是一個 就是很喜歡分享我自己 都在幹嘛啊 分享我自己的事情的人 然後我覺得 Youtube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因為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你去找誰找誰找誰啊 那他們不喜歡啊 不喜歡就不喜歡 不喜歡就不用管 就是要給喜歡的人看的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拍的主題太多 沒有一個適合的點 那我一個想法就是 我今天要拍什麼 就是拍我想拍的東西 如果這一集你覺得不好看 那你不用看沒有關係啊 這一集好看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集不好看那就不要看 對 我不會為了迎合觀眾 才去 還要做什麼 做什麼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拍自己想拍的 所以你認為就是說 你想要做自己 自己的啊 對啊 我很想做自己啊 我是努力 能做自己 就做自己的 好 好 他說黑男幫你配對的女生還有聯絡嗎 阿 他完全都沒有在理我 你完全沒有在理你是不是 對啊 那你喜歡嗎 蛤 有喜歡 嗯我覺得還OK的 還OK喔 因為我沒看過喔 漂亮嗎 就 普普通通可愛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OK 就沒有了齁 噓 嘿啊 嘿嘿 他還有什麼問題 趕快喔 年輕 哭哭 你那個問題趕快 問個比較好的吧 提子幾%喔 用看的不要用量的 提子幾%喔 他說你喜歡你母親 那種類型嗎 你喜歡你母親那種類型的東西 沒有啊 沒有嗎 為什麼會 大家怎麼搞得好像我很喜歡我 練母親節 練母親節 我以前覺得記者真的胡說八道一通 搞得好像我有練母親節 媽媽就是媽媽嘛 媽媽就是媽媽 情人就是情人 到底是說什麼 記憶話講一大堆 搞得好像每天都住我家 知道我媽跟我在幹嘛 那都亂寫不覺得 胡說八道一通啊 我看了就覺得很靠北這樣 嘿 越來越誇張 誇張誇張 因為剛剛Angel跟我們講說 他未來想要比健美比賽 嗯 那未來可能幾年內 可能大家看他陸陸續續會出來比 嗯 嗯 大家都好奇我有沒有在練腿 他們是沒有問這個 他們都會問說你體脂肪現在是幾% 體脂肪 你有量過嗎 有啊 大概10吧 可是現在應該變11了 高一點 可是沒關係 肌肉量不要掉就好了 對對對 所以你喜歡的 我剛剛有跟他聊一下 剛剛訓練的時候 他喜歡的 你喜歡的身材 也不是要有腹肌的 你喜歡怎麼樣身材 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手王啊 手越出越好這樣子 像這樣的手剛剛好啊 對 對不對 那什麼腹肌的沒有差啊 腹肌是什麼東西啊 重點是手 手就是要出 手就是要出 為什麼為什麼 男人沒有手臂算男人嗎 就是你覺得動不動就可以 對動 動不動就S 看起來粗就是猛啊 哇 一樣一拳夯下去很猛欸 我剛剛還親身體會 這個什麼叫做 那個 二十幾 二十吋 二十吋 二十一吋 手臂 全力 也沒有全力 打打打打 打打打的那種感覺這樣 就已經快 我就已經快飛了這樣 你看 有手臂就是不一樣 他說你過去美國的時候 英文不好 沒有啊 我去美國之前英文就很好啊 所以你是在台灣就學得很好 才去的 對啊 其實我也不敢說 那你是怎麼樣學的 你是補習還是老師還是自學 我覺得 我 所以 因為台灣 會上課嘛 會 可是他們主要是教你是要文法 要怎麼寫 就不太會講 就不太會講 其實沒有教特別多 我覺得我之所以 我講的還算是 我也不敢說我很厲害 剛剛還是不要說我很厲害 我講的還算OK的原因是因為 我很喜歡看那個美國電影啊 美國Youtuber啊 然後常常聽他們 因為他們平民化的語比較多 平民化的語很多 然後就聽著他們講 有一些玩笑話 垃圾話之類的 真的 然後就其實就學起來這樣 然後我覺得 我在美國的時候也是常常 一直跟別人聊天 一直跟別人聊天這樣 這樣會進步很快 這樣會進步很快啊 你進步最快的方式 就是一直使用它 就跟我們 練身體也是一樣 就是一直 一直超餓 所以認為說 如果想要學習英文的人 最好就是 進入一個這樣的環境 對 就是 你可以多看電影嘛 然後多跟 會講英文的人 一直講英文 就算一開始你講的 很破 只要敢講就可以 敢講就行了 講久了就會 講久了就會 就會變得比較有自信 然後變得比較 很順暢 OK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日後會tattoo 日後會tattoo 可能吧 等我三角記在電 更大一點的時候 吃一個鈴鐺 那你爸媽會管你這個嗎 你覺得 我覺得 不會 應該還是會講一下 溝通一下就對了 溝通一下 只不過 我覺得吃一些沒有什麼不好 在美國應該失控儘管 很多 一堆喔 就一堆 而且在裡面的時候 全部人做的事情 就我一個沒有 我就 大家好 你為什麼會進來 我跟他們 啊 大家就覺得很驚訝 這樣 那你認為你未來想要走 你未來不會想要走演藝圈嗎 不會啊 為什麼會有 就想要做健身嘛 健身 youtuber之類的 youtuber之類的 嗯 然後我就 是說我之前講真的 台灣演藝圈也真的是越來越長 我不想進演藝圈 演藝圈有一個 複雜 差別在 跟youtube差別 因為大家覺得很像 可是youtube算是 烈化版的 就是節目 因為大家很多時候不是說 節目他們做得很好 可是youtube就是烈化嘛 對不對 可是youtube它可以一直出啊 一直可以出 而且 因為它沒有什麼大成本 最好的一個點是 它可以讓你拍你想拍的東西 因為你們做演藝圈 其實上很多節目的時候 他今天很假耶 對 今天就算這個 你現在講一個笑話 我 我聽的人 我就算覺得不好笑 還是得笑 還是得笑 所以很假掰耶 很假掰 我就不喜歡那種很假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想去演藝圈 然後日後你會不會 像我一樣就是 開直播跟 在youtube也可以開直播嘛 跟大家聊天交流 youtube應該也是可以開直播 youtube可以開 而且youtube超親 真的喔 喔youtube他的 超親的 youtube他的 因為 畢竟他全世界第一嘛 他影音來講 嗯 我覺得我應該會慢慢提升 我自己的設備的時候 以後應該會啊 因為 因為我才是剛接觸這一塊 所以我對 直播什麼 還沒有那麼的 就是了解 不過我覺得應該會 嗯 OK 美國三餐都吃什麼 喔 你覺得美國的飲食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肉很便宜啊 肉很便宜啊 肉很便宜 對啊 就一直買很多肉啊 很便宜的肉就買很多啊 其實我就吃肉吃超多了 美國肉很便宜 對 肉很便宜啊 然後一堆人一直要問我 三項成績是多少 好 還 你要講嗎 我覺得 嗯 我覺得還是不用講好 我也覺得我三項成績很弱 再一段時間 再一段時間 我再跟大家講我三項成績多少 OK 好弱喔 他說有玩過還原嗎 這款最近這麼夯的遊戲 還沒 因為我沒有PC可以玩 沒有PC可以玩 對啊 我就是那種 想知道 欸 電腦想去買PC的時候 哇靠 四五萬 六七萬 十幾萬 我寧願拿這些錢去買周邊 還比較好勒 欸 就不太想買 我之後會搞一台PC啊 拜託不要再說 我都不玩PC 因為PC 你用PC的話 你可以開YouTube的話 是相對性的穩定度會比較高 對啊 那你可以設定東西比較多 嗯 對 啊用手機的話是比較 設定度就沒有那麼大 我努力啊 我會努力去做一台PC的 他剛剛已經跟我打一場了 不用打了 我被他打傷了 沒有啊 你看 Tag一下 都把我手背打成這樣 你有看到 沒有吧 沒有吧 我被他打傷了 對 等一下 目前可以放一下那個 我們剛剛剪好 影片喔 片段 打的片段 初剪片段 好那 我們現在給大家欣賞一下 我們中間休息一個 你剪 休息一下 剛剛我們有 我們的攝影師有幫我們剪一個小片段 給各位看 然後我們現在 來看看 OK 來我們進吧 我們先 電腦看 我們電腦看比較主 這什麼 這什麼 這波了嗎 這波了嗎 蛤 什麼 蛤 什麼叫害怕 這波了嗎 也不管別人怎麼說我 這波了嗎 這波了嗎 我認為對的事情 我就會全力去做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 我會繼續證明給你看 就算是 惡民糟糟 最一個遙遠的夢 要吃下多少人哭 在這個複雜的世界 要走不簡單的路 在死之前那篇個勝負 也沒有結束 打破所有的規則 都在打開自己交出 我早就沒有退路 你卻維持著變數 上天不給我添不去忘了憤怒 但我沒忘了憤怒 是我確實的背注 讓我的義務反覆 這困難全都剷除 不管你信 不信 這是我的命 我只管拼了命 別誰都應 我就要這麼造極 沒有人能夠操心 因為這世界看罪幹的 都曾把我拋棄 我知道現在吃了苦 都假象 他比我堅強 我想要證明我就是不一樣 用懼佳還強大的力量 就算是個名操 但不過是個假象 幹 要怎樣 翔朗 黑幟 王黃 不錯 滿短的齁 非常短的一條 非常短的一條 好那 剛剛 剛剛就大家很看 就是大家 其實時間很長啦 那剪的這一小段喔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下 那重點是我們剪出來 Angel你有拍嘛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會放 我大概什麼時候 應該蠻怪的吧 因為回去剪個 也是4月吧 4月初的時候 4月初的時候要放 OK 那剛剛跟我打的時候的過程 打完了嗎 那你覺得有什麼感想 我在打的時候其實我也不太勸我自己在打什麼 我心裡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絕對不能退縮就對了 不能打 不能打 打了可以一定要再站起來這樣子 那種精神一定要站起來 就跟動漫裡面主角被打跑 還是在站起來 我覺得不能輸這樣子 的那種感覺 可以的啊 那打完 當下 被打到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你的拳真的好猛 雖然你連權力的大概一半都還沒有到 我就已經被打了 那實在太厲害了這樣 練權果然就是不一樣 果然就是有夠真男人這樣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觀察你才是 你真的很真男人這樣 OK啦 台灣 台灣土包子 沒有啊 但我其實很羨慕你耶 因為 其實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 我19歲啊 我也是很喜歡 我19歲的時候我就穿那個DC的滑板褲啊 然後 那個DC 那個ES的鞋子 滑板鞋 然後那個滑板 然後穿的寬寬的HipHop這樣 嗯 那其實我19歲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這樣算很 走了很前面 那時候 我們走很前面 人家都會去看我們說 靠北你怎麼 穿成這樣這樣 因為以前 我們那個時代比較封閉 嗯哼 然後 我們也是喜歡聽到蛇歌 我們也是喜歡美國文化 那時候啦 嗯哼 然後就漸漸這樣子 大了嘛 大了就跟夢想脫節 就沒有辦法 為了 為了事業 為了賺錢 然後後來為了員工 為了家庭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這樣 反而是 你現在比較年輕 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一樣 我覺得 你覺得你 我建議啦 你可以再多去 國外 洗一下之力 或是說去國外 然後回來 或是說 我覺得 也可以去國外拍個一個月的影片 因為 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 很喜歡了解外國文化 台灣的偵辦結束的時候 我就可以說 從台灣人的角度去看美國 對 我覺得 這是 讓人家顛覆一下 就像你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啊 就跟 我們台灣人既有的認知有點出入嘛 嗯哼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覺得就很棒 對 我真的蠻羨慕你的啦 因為 想一想 現在真的是老了 蛤? 我現在真的是老了 沒有吧 有啦 我覺得你比很多年輕的人 還要分年輕的感覺 年輕人喔 對啊 你比二十幾歲的人都還要粗 還要分年輕 真的 看人是看粗的 哪在看幾歲的 是啦 好 那最後還有什麼問題 趕快問 要結束了喔 你又把頭髮燙直嗎 沒有啊 你頭髮本來是直的還是自然捲 還是自然捲 那你未來想要把它 直還是覺得這樣子比較帥 我覺得 這樣比較好整理 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其實 我很懶啊 我都不整理這樣 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樣子也比較方便一點 戴耳機的時候 不會那麼熱 OK 那你這麼喜歡軍事 你會不會想要去衝軍 平常US married就是 就是亂隊之類的 其實還好耶 因為你要知道 台灣的軍 真的不是一個很適合的 等一下 那如果是美國人 美國人還不錯啊 還不錯喔 擔運福利各方面 擔運福利都很好啊 裝備也很好啊 這樣子 那 就有在講 他們美國人是不是很尊重他們軍 是啊 非常尊重 非常尊重耶 覺得他們軍人是一個榮耀 榮耀集 是一個榮耀啊 不像台灣人 台灣人 咦 咦 咦 他們美國軍人在 美國本土是有怕數的 嗯 是喔 大家會受到大家的尊重 會受到大家的尊重 真的是很尊重 然後 連很多普通公司啊 都會給軍人 都有很多特殊的待遇 是喔 就是因為他們是軍人 喔今天那 退伍之後就對了啊 退伍或者是 現在排在補益中 都是有特殊待遇的 不管在很多公司啊 就是很多廠商啊 他們都是有給他們特殊待遇的 喔喔 對啊 我們台灣都沒有耶 我們台灣都沒有 對軍人沒有 沒有特殊 沒有沒有沒有 OK 好 好 那我來做一個結尾喔 因為我今天稱讚他的表現 我覺得 我今天一直不斷跟他講一句話 說 19歲這樣子真的很不簡單 因為 他都認為說 館長你是真的假的這樣講 那 當然我還是一句話 我以前就講過這個議題了 就是說 現在台灣喔 其實健身事業很發達 那 台灣的年輕人其實很有福氣 在館長那個年代 靠北 我在跟他講說 又沒有什麼健身房 對啊 然後只能自己買啞鈴啊 然後看雜誌啊 連 Videos都沒有 連YouTube都沒有 吵嘛 我那時代 你只能去超商買那個 外國進口的健身雜誌 然後又是英文你又看不懂 你只能 看圖片 然後在那邊學 很北七 然後 不懂英文就是問一些懂英文人 他還講啥小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是這樣 很可憐啊 然後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他19歲年這樣 算是 很不簡單啦 我也希望他繼續保持下去 那 我跟他量滿多 因為很多話不適合曝光在 上面 但是我可以 認真的跟各位講 這件事情絕對是一個誤會 不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在台灣 我基本上可以跟你講啦 去法院連起訴都不會起訴 對不對 超他媽的 像我 多少人說要殺我 多少人說要給我死 去法院 法官說 法官也是 隨便就說 反正就不起訴嘛 他沒有那個意圖 他只是講講 台灣是這樣判喔 嘿 然後他就被關了九個月 還是聯邦監獄 喔 像 我遇到很多啦 動不動就是 網戶上面也有啊 然後 call out進來的也有啊 之前有人就直接 說要殺我的也有啊 直接說 我要殺你 我等一下拿槍過來 我要殺死你 而且還被我們錄影 告不成 不是告不成 就是他還要再告白告局 他不會說 我先把你壓起來 不會啊 他還在外面很開心啊 很快活啊 所以說 所以說 當你們去責怪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事情就是跟朋友開一個joke 開一個玩笑 然後就 被 媒體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 然後編故事 我覺得 他哪有這個能力 他一個人在國外 對不對 他哪有這個能力去做 什麼小的 對不對 有這麼簡單嗎 各位用腦袋想一下嘛 重點是還有多少有生之年的系列都還沒出來 我怎麼可能會幹大事 真正胡說八道一通 對啊 成為真正的動漫宅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鬼事情啊 對啊 所以 也是比較無奈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直播我真的是跟台灣社會大眾講 他並不是一個壞小 連壞 我覺得啦 因為壞人我看太多了 他連壞都撐不太上 他真的是一個還蠻乖的小孩 只是因為 因為他從頭到尾跟我講 有些話不能跟各位講 因為政察不公開的關係 但是 我可以對各位講 他就是一個玩笑話 然後隔天就GG的GG 然後進去之後就 一大堆這種鳥事情 然後事實上也沒有說到什麼東西啊 他就是為什麼 他就是有去拔場練習嘛 對啊 所以拔場練習那也是要給錢嘛 對啊 就是這樣 就被 開始寫說 你有幾把槍 七把槍 八把槍 他連拔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就是 希望大家 去認真考慮過 去認真考慮過他這個事情 因為 他在外國大家可以去看 真正調出來的卷宗 美國這件案子的卷宗 他也沒有發現到什麼東西 他只有發現到一些零件 有些 我覺得最扯 還有一堆人覺得是 當初我是在 Facebook說 社群網路上留言 不是嘛 沒有啊 他當初就是 譬如講說 我們兩個一起放學 然後 Angel就跟我講說 你明天不要來 幾號不要來喔 你是怎麼講的 你再講一次 我英文嗎 我說 Don't come to school I may first cause I'm not sure of school 然後你就來一個 Oh shit 然後我就 我就很害怕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開玩笑 就跟一個一個玩笑 然後 因為媒體 根本就沒有把這些細節講出來 導致一堆以為是 我當初在什麼 什麼社群網路上留言啊 什麼 在網路上發言啊 我就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仔細在 思考過 到底發生什麼事 而且 都怎麼 沒提前什麼 他就真的信 那很無縮八道一堆 很多耶 所以你只是跟你朋友講 對啊 然後隔天他就叫警察來抓你 對啊 他就是不相信我 然後你進去也是說 我是跟我朋友開玩笑 對啊 他是不是依然堅持抓你 對啊 沒有 他們很賤喔 他們就說 喔我們都知道 你只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 老老實實的寫下來的話 就是跟我們講 我們就讓你走 我們就讓你回去 回去上課 就一起 喔不好意思 他現在要逮捕你 就上課就帶走 就上課就帶走 欸 成龍頭 然後他說什麼 我剛剛看到一個觀眾說 你在美國法院有什麼 承認什麼 蛤 也沒有什麼承認什麼 我告訴你 我今天 如果我不承認的話 他就不讓你走啊 很多人 你知不知道 他不承認 他就繼續關你 然後我說 你不承認沒關係 那我們再關你15年 沒差啊 因為你今天 很多人真的 他根本沒有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說 你現在承認的話 你就只要關一年 我就讓你走 你不承認 好 你想跟我們講 你輸的話 那你就要關20年 然後基本上你都會輸啊 因為法官就 嗯 還是給他判20年 好 然後他也不管你到底是 所以他們在法律道德上 你覺得比較沒有道德心 沒有道德心啊 就是 你有前科 就 之中認為 你一定有做這個事情 這樣子 好 你想 你不想認罪是不是 我們就跟你耗 就是為了打官司 關在裡面 你有三顆 都有 都沒有被判棄 就是 在打 還在打官司 他直接要一個情擺 是不是 他打官司 就是他不能在外面 就是為了打官司 他是關在裡面 關 你有三顆的工作 都沒有被判棄 就是 在打官司 還在打官司 一般人會覺得 到時候認罪就趕快出來 趕快出來 然後該交罰金交罰金 對啊 所以你認為美國 他們警察的 警察跟法律的這些東西 是不好 不好啊 真的啊 這麼自由民主的國家 所以 表面上看起來很自由民主 其實 沒有啊 是很 管制很多 而且是就是 你一有前科 喔 就對於很好 我們就是次等功能的樣子 很多裡面就是這樣子啊 他們其實 我實際在裡面認識的人 我也沒有覺得他們是那種 窮凶惡極 那種 不講你的那種 那種大壞蛋 雖然他們可能做 以前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倫理道德來講 他們也不是說這個 混壞的人 沒有人會想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為了錢 他們就是會做下去 雖然我並不是說 他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只不過他們實質本身 就是本質上沒有那麼壞 只是 喔你有前科 那你就是已經壞了 你是出於 你以前做過 那你就是一定得要 一生都要 好像很淒慘這樣 不然別人會看不下去 這樣 我今天就是 我覺得就是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我被關過 然後我現在還可以變成這樣 好像別人就是 可是 看不爽就是 我回來怎麼沒有 很落魄的過我的醫生 大家都很希望說 三局一樣 落魄的過醫生還比較好 可是事實上 你只是開一個玩笑 對啊 那如果台灣 一樣同等開一個玩笑 就要 一輩子都要被落水狗被打 我覺得也是不合理 台灣很多撞死人的 強姦的 殺人的 殺小孩的 彎了十幾年出來 一樣活得很爽 你知道嗎 很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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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的咧 撞死人開車 開了把人家撞個亂七八糟 撞死兩個啊 判個六年就出來 把人家小女童 兩個頭 砍下來八歲 砍完了之後說 我有精神病 不然六年就出來了 我天啊 殺兩個小孩喔 這種人很多啊 那你的事情只是說 欸 我今天幾號 要把學校掃射喔 你不要來喔 然後你嚇到 欸欸開玩笑 開玩笑 開玩笑 然後我明天被抓了 那像這種玩笑 我們常常在開啊 我大部分也在開這種玩笑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那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喔 然後最後就是 請我們 關卓再做一個結尾 喔 你想要跟觀眾群 喔 我可以問你問什麼 問我問題喔 你說 我問兩個問題就好了 你說 你最近在看什麼動漫 在看什麼動漫 我看很多欸 每個都在等連載 真的嗎 就是那個什麼 靠北啊 那叫什麼 欸 Elon你說看那個叫什麼 史萊姆 史萊姆 史萊姆嘛 史萊姆嘛 頓之勇者嘛 喔頓之勇者 然後一個叫做什麼羅 多羅 多羅 對 然後 那個已經結束了 有一個已經結束了 要等第一 要等那個 英雄學院 要等下一季 嗯 差不多都是這樣 比較紅的 比較前面的我會看 像路人百分百那個 我還沒看 那個要等他 我覺得看他們家的事 我要等到他出道這一季完 因為我後來我有害怕 就是等 等 這季看完沒得看 沒得看 對 這樣子 OK 那又有問題是 你覺得你最害怕什麼 我最害怕什麼東西 我最害怕 我最害怕的是 我的事業崩潰 我要解掉 這樣我會對不起很多人 所以你什麼人都不怕 就是怕你事業挖解掉 事業體是最重要的 人 人有什麼好怕的 人啊什麼事物都沒有 沒有什麼好怕的啊 但是事業 事業做不起來 我就虧勸很多人 然後事業做不起來 我們的敵人就會笑 會笑我 對不對 那我們目標就是 要把事業體做得很大 讓對方得尊重我們 在台灣是這樣 然後我想要做一個 全台灣所有做生意的人 都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要做一個良心商人 就是很公民 公正公開的 公佈我的底價 然後我跟觀眾群說 我要賺你多少錢 你給我賺 這就是 我的未來的希望 然後 我的最害怕就是 我們的事業 因為 看健身房 一直要開下去嘛 波波波一直開嘛 那我的事業現在很多 所以我也希望賣吃的 賣高蛋白 賣 賣什麼的都可以很好 你好好練啊 以後 跟你簽約啊 我高蛋白可以把你簽起來 有贊助金啊 有贊助的高蛋白啊 可以啊 等我們開始做就把你簽起來 可以啊 我會努力練下去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要講誠信 我現在人 今天館長沒什麼好送你 我就跟你講一句話 人要誠信 你講話實在 誠信 現在也許還有很多人會誤解你 但是你十年來都不變 你今年十九歲 到二十九歲的時候呢 大家會尊敬你 因為你曾經罵過你就像很多人罵館長 他們不懂我而已 但是有一天他會懂的 因為 我十年來我如果都沒有 我還是在做這些事情 我還是沒有變呢 人家自然就會尊重 像你也是一樣 我們不用嘴巴去說服人家 我們用本身的作為去說服人家 然後多行善 多做善事多幫助人 就這麼簡單 好那今天 我們跟孫安佐大家 非常融洽 然後就是把它 今天也是完成了 然後等 我們等影片剪出來吧 然後我們跟觀眾朋友說一聲 晚安再見 等一下我要開直播跟大家聊天 因為 我今天被嗆很不爽 我今天被一個 說到統一的他媽的 嗆 好大家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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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